重生紫荆的姑娘 已经没人去在意了 他们这二十人家顾飞 到了行会大楼 见鬼将那十九人 通通组进队来 这是申请行会的必要程序 来到工作NPC面前 说明了来意 顾飞和见鬼再度心怀忐忑地 对望了一眼 不想听到申请的NPC 竟然比平时还要热情 兴奋地说道 好 很好 非常特别以及极其的好 在这种危机关头 正需要你们这些勇士 为守卫主城而战 哎 看来这建行会 也是一种任务剧情啊 见鬼意外 这NPC说的话 都很有成战期间的特色 结果到了这一步 立即卡壳 见鬼茫然地扭过头来 望着大家 行会叫什么名字好呢 你以前的叫什么 逆天 有什么含义 这么嚣张 不要脸的名 一听就是公子起的了 宇天神明说道 古飞望向见鬼 见鬼点头面露愧色 显然他也觉得 这个行会名非常不谦虚 这样啊 那现在有我相助 这次行会就叫非常逆天如何 靠 所有人的终止 都送给了顾飞 行会名火热征集中 起名这个东西 就很体现个人风格了 宇天神明和火球两个 见鬼直接就无视掉了 理都不想理这俩人 见男优那七人是实干家 名字这种东西 他们觉得无所谓 他们其实得到的是更多的实惠 鉴于最近的打金工作 主要是挂工作室的名号 七人建议直接就叫千里一罪工作室 顺便可以打打广告 见鬼显然觉得这名字容易让人误解 他可没有把一家行会 经营成工作室的伟大理想 于是再次否决 羞羞脸儿姑娘 人如其名 怕羞得不行 众人说话 向来缩在一旁 习小天一说话 就有顾飞横看竖看不顺眼的挑刺 于是也识气的不支声 云香是二十人中唯一一个没背景没交情的人 谨言慎行 所以也没发言 再然后就是重生紫荆的四姑娘 喜妖舞比较积极 而且是十分嚣张的 他表示非常逆天这个名字就不错 但鉴于这名 只是因为顾飞的存在而起 他觉得再加上它 完全可以叫做最逆天 呃 醉这个字我觉得不好 顾飞说 俗话说满朝损千寿意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应该谦虚谨慎一些 叫非常逆天就很恰当了 叫醉就有些不谦虚了 有吗 喜妖舞说 我只是实话实说 有你有我还不算逆天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正所谓凡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还是要稍留一个迂回的空间 现在醉你天了 万一哪天我们不再游戏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名字不是名不副实了吗 这会儿让留下的行会成员 有很大压力啊 我们不能不为他人着想啊 顾飞说 嗯有道理 喜妖舞连连点头 看不出啊 你还有点脑子 那就叫非常逆天吧 说完喜妖舞扭头对NPC说 行会叫非常逆天 谢谢 见鬼泪流满面 怎么着就这么定了呀 而且还说非常逆天是谦虚 这是哪门子谦虚呀 见鬼已经可以预见 行会中有这样的成员 那将多么的不好管理 这次重建行会 是服是货 还非常难说呀 不过好在 NPC也没那么随便 现在正在进行 组建行会的人是见鬼 NPC不过随便听了路人一句话 就给见鬼的行会 把名拟了 所以对喜妖舞 置之未礼 依然在等见鬼说话 哎 我说话不好使啊 喜妖舞被冷落 很不爽 回望见鬼 见鬼之物 真的要叫非常逆天哪 说着又妄想其他人 没有人有意见 谁有意见 古妃和喜妖舞一口同声 有意见的人也把话给吞了回去 比如又哥 原本是构思了个名字 一看这场面 自己的名字 真要把非常逆天给替换下去 一定会受到这两个 逆天妖孽的疯狂打击 自己还是多活几年吧 又哥是随风倒起来 很决绝的人 于是立刻表态 叫非常逆天也不错 叫起来很上口 对见鬼你来说 也有超越过去的寓意 你觉得不好 又哥 见鬼了解又哥的脾气 他才不相信又哥也会喜欢 这个嚣张的名字 绝对是看待二人气势 占了上风 立刻大树下面好乘凉去了 顾飞也不是不会察言观色的人 看出见鬼对这个行会名 还是挺有意见 于是也给见鬼说话的机会 见鬼 你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啊 那你有什么想法 见鬼头痛啊 他喜欢抽烟 就给自己起名叫做烟鬼 后来不想叫这名了 正赶上新玩的职业 是魔剑士 于是就叫见鬼 很显然看得出 见鬼是一个起名无能行人 但这是最后一线 博导顾飞和戏谣舞的机会了 见鬼名思苦想掐着脑细胞 终于想出一个 呃 情义联盟 这名怎么样 当场就有一半的人吐了 顾飞凭借习武之人 超强的定力忍住了 而且又重复了一遍 情义联盟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另一半人也终于吐了 见鬼 你能更吐点吗 你敢吗 熟人以御天神明为首 声嘶力竭地朝着见鬼 呐喊着 半生不熟的 连洛洛都不能忍受 要叫这个名的话 我就回重生子京去了 顾飞朝见鬼 探了探手无奈道 我已经尽力了 唉 那就非常逆天吧 见鬼惭愧地低下头 这名没什么呀 我觉得非常有喜感 见鬼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骆骆问 也没不喜欢 就是觉得 觉得有些不自在 见鬼说 见鬼 你现在是低调惯了 我记得刚在游戏认识你的时候 你带着一帮喽啰喽 也挺嚣张 挺装十三的呀 火球说 有吗 见鬼问 不然你怎么被罪哥虐了呢 唉 往事不堪挥手啊 那就这名嘛 你没意见了吧 没意见 没意见了 见鬼不敢再有意见 他起名 那和投毒一样 差点把大家都毒杀了 杭慧明非常逆天 见鬼妥协后对NPC说 他心中尚有最后一丝希望 那就是杭慧明重复 不过他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 游戈几乎记录了云端城所有行会 非常逆天这个名字算是比较有性格的 如果有 游戈应该会记得 果然 NPC什么都没说 迅速给众人登记 二十人一起收到系统询问 你是否愿意成为非常逆天行会的一员 所有人回答愿意 于是接下来就是挑选 行会徽章的图案 系统有丰富的徽章图案提供挑选 已被占用的 自然不会出现在备选图案当中 此外 也提供专门的玩家DIY功能 不过 玩家自制图案 系统会自动和目前已有行会 徽章图案 自动进行对比 如果判定相似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就会以此理由否决掉 挑还是自己弄 见鬼问大家 挑个就行了 弄个有逆天特色的 你来 我不懂什么图案叫逆天特色 见鬼退到一边 古飞也不客气 上前在图案表上翻了两页 立刻指着一个说 这个不就行了吗 众人围上去一看 都觉得极丑 简直不能理解顾飞的审美 单看顾飞在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众人突然反应过来 这家伙又没入行会 徽章是丑是美 他都不用带的 不负责任的顾飞 遭到众人怒斥 并把他赶出了行会大楼 一圈而趴在图案表上翻找 最高一次通过律师十六人说好 四人不同意 于是继续翻啊翻 终于所有人都疲倦了 见鬼说 自制吧 自制也不一定大家都喜欢呢 不用图案的 用文字的 见鬼说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自制行会徽章 选自家行会名字 或者某个字 掉在徽章上面 那种啊 那种不像徽章 倒像是印章呢 洛洛说 那你们挑吧 我无所谓 都同意 挑好你们叫我 我出去透透气 见鬼勾楼着背 出去了大楼 楼外顾飞正在空地上打拳 一看见鬼出来 一个漂亮的公事 过来问道 好了 美还挑着呢 见鬼一脸的疲倦呢 顾飞很同情 你想怎么样 我想来抽根烟 朝前 街口向右 大概两百米 怎么 又烟麦 不是 下下去 下下抽去吧 见鬼无语 于是顾飞又开始练拳 见鬼看了会儿手痒 要和顾飞切磋 切磋 顾飞就从来没客气过 把见鬼打得满地找牙 见鬼的心情更郁闷了 不过就着切磋 又请教了一点格斗方面的问题 觉得又取得了一些进步 还算欣慰 其间有两位重生紫荆的姑娘路过 诧异地询问二人在干什么 建行会呢 顾飞朝大楼里扫了眼神 建行会要这么久 二女诧异 大家是一起进的城 现在都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顾飞叹了口气 随口问道 任务怎么样 任务好多呀 二女激动 姑娘们对任务非常 没六月的雨那么狂热 但比一般玩家都要热衷一些 城战里有些任务只能领取一次 有些却是可以多人反复刷取 这俩姑娘就在做着这样的任务 一起跑路呢 加油 顾飞点了点头 是 会长大人 两女嘻嘻哈哈笑着跑了 建鬼呆呆地望着二人跑去 顾飞在旁叫唤 喂 是我呢 你的行会还在选徽章呢 我知道 建鬼刚说三个字 里面就有人吼了一声 选好了 终于好了 建鬼长出口气 顾飞也跟着他一起进了大楼 十九人围在那儿 指着一个徽章挺高兴 建鬼上前一看 一个逆字 吐了口血 这还不是字吗 这不是字 这是个图案 但很像逆字 对吧 洛洛说 难为你们了 建鬼也没二话了 对NPC指定了徽章 然后就是申请行会所需的费用 一个子都不能少 原本这是笔巨款 但现在有什么巨款能拦住顾飞他们这帮人呢 建鬼随手就给付了 于是行会正式成立 系统向所有人发布通告 逆成为行会非常逆天的一员 接着行会徽章被派发到每个人的口袋当中 NPC在旁语中心肠 勇士们 灾火正在降临 这座城镇 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 竖起你们心中的正义 为了自由 为了 大家都走了 行会都已经成立起来了 有谁还听NPC在那唠叨啊 出了行会大楼 所有人长出一口气 作为会长的建鬼转过身来 琢磨着是不是要讲两句 突然顾飞道 怎么少了个人 建鬼一争 一数二十个人果然少了一个 不过现在有了行会频道 找人很方便 正要发消息 洛洛回头进了大楼 朝里边喊着 小雨快出来 那不是任务 众人伸了脖子朝大楼里看 六月的雨捧着小本 正在虔诚地记录着NPC所唠叨的一切 有个迅速从这一幕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 她的眼睛湿润了 对着左右连声道 这个姑娘一定会有大前途的 六月的雨被洛洛拉了出来 二十一人总算集合 众人倒也拾去 知道新成立的行会 总该让会长建鬼讲几句 于是大家都很安静 认真地望着建鬼 这一幕让建鬼也动容了 看 到底还是有点航会的样子吗 想着 她清了清嗓子说 嗯哼 航会现在就算成立了 成战期间嘛 当然也是为了成战而努力 情况大家都了解 正面冲突我们肯定没戏 我觉得可以利用对方玩家 暂时不知我们身份 来搞一些活动 不做任务吗 六月的雨问 呃 是任务小雨 不过是航会任务 所以要听会长的话 跟着会长一起走 知道吗 洛洛说 哦 明白 六月的雨点头 建鬼松了口气 感激地望了洛洛一眼 正北复活营地被废弃的事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是我和千里无意间触发的 现在知道的条件是 营地卫兵被全灭后 五分钟内滞留在营地内 营地就会被废弃 不过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有可趁之机的只有东北方向营地 这营地也是因为之前的意外 现在只剩下四名卫兵 不过也比较难缠 因为可以预知 玩家会对这个营地加强防范 我们守城坊一进营地 系统卫兵就会自动识别 所以又有些难办呢 办法也是人想的嘛 我建议先实地侦查 收集情报 再制定策略 这个交给我们吧 建南忧七人重当 哦 抢我饭碗 你们一起去不就得了吗 哎 发现没 男人全都要走了 雨天神明对火球而语 就剩我们两个和一堆美女 好刺激啊 火球流口水 还有那家伙 不过看他蔫不巴唧的 也不怎么说话 不足为虑 雨天神明说的是云香 那还有罪哥和剑鬼呢 安拉 千里对这些事儿没兴趣 至于剑鬼一定要我说吗 很残酷的呀 雨天神明说 是我们的天下咯 火球搂着雨天神明 二人再度流下了幸福的泪 雨下的各位在城里转转 看看有什么比较重头的任务吧 最好是看起来可以影响到成战胜负的 剑鬼说 哇 剑鬼老大 你很有理想啊 你不会是想咱们二十人干败城外那二十万人吧 火球说 剑鬼笑了笑道 我们不是二十人 别忘了守城方本就有系统卫兵 一天下来 攻城玩家也是一筹莫展 只可惜守城卫兵不会采取主动攻击 所以我们就是一支暗中存在的小队 通过任务制造一些破坏 如果能像我和千里一罪之前那样 废弃对方营地 那就是极大的成功了 不过需要很大的运气就是了 那下面就各自活动吧 剑鬼说吧 去找了幼哥和剑男幽七人众 我和你们一起去那边看看 显然 剑鬼是打算把东北营地 作为目前的主攻方向 其实有点眼力的玩家都看得出来 营地的攻战绝对是影响成战的胜负手 就算是最终不能赢取胜利 打掉敌方一个营地 那肯定也是极大的击分奖励 一个至于四名卫兵的营地 实在是天赐良机 就算知道难度很大 也未尝不可一世 剑鬼幼哥和七人众离开了 雨天神明和火球开始活络地 去和姑娘们沟通 修修俩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好在与他已经算熟悉的喜小天还在 于是就死跟着他 最后顾飞诧异地扫了一圈 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事干 你不是行会成员 任务领又领不到我们行会里 打架的时候找你当苦力就好了 洛洛笑着回复了顾飞一把 带着小雨寻找任务去了 雨天神明和火球紧跟 他俩兜了一圈 发现还是和这两位沟通容易一些